请坐 剥皮 这个是下午冻的 冻的现在有点硬了 一盒三条的 全部明天就可以发送 非常新鲜的 麻叶一包一斤 全都是雕好烫好放凉 现在可以打真空了 要冻起来 熟悉过 现在可以直接吃的装袋 打正空 这个中条的剥皮鱼肉非常好 很新鲜 打包这么多了 等着快递车过来 刚刚吃饱饭 洗个澡 等一下睡觉才舒服 啊 睡睡 去睡睡 去吧 哇 姐姐拿几个球给你玩 这个天气最好就是泡水 泡在水里面最舒服的 这个压不下去 在空调里面都没这么舒服的 就可以玩 刚刚差点摔下去了 我们家这个弟弟坐在这个盆太滑了 喷得我一身水 到上了二楼穿衣服 姐姐要脱地了一楼 二楼开一下空调 不能太热了 衣服终于穿好了 这个猪肉粒给你 给你不能吃 猪肉粒 穿这衣服老是跑来跑去的 现在已经是中午12点10分了 然后里面开空调 窗帘全部拉上了 所以要开灯 这个灯不开都是暗的 因为我们这个窗帘是 防光的嘛 所以很暗的 必须要开这个 还要继续爬上去 刚刚从上面摔下来 刚好被我的脚顶住 然后这个头 这个后脑勺顶在我的脚背上 不然又开始哭了 还在这里 嘟嘟嘟嘟嘟嘟 姐姐做什么她也做什么 这个整天是爬上爬下的 没办法跟着她的 真的是 一个不留神就爬上去 等一下不小心又摔下来 你不能做这个动作给她看 这个她也会学你的 上演 你看她又在看了 看了看了等一下她又会模仿了 已经要呼呼呼了 天气太热了 刚吃完炒饭 然后婆婆中午煮的 中剥皮非常香 这个剥皮肉很烤 还有吃炒饭 还有买了一盒这个卤鸭 有鹅胜 鹅蟹 有点腻 葱杯茶喝 他老是趁我们不注意 就坐在这个凳子上面的 人小鬼大 而且一个人就要做这么大张的凳子 他其他都不做 他就坐在这个位置 坐在这个位置 刚好可以爬到茶几这里上来 知道吗 就可以来帮我们冲茶 这个脚鸭就是跨到上面上去 然后他就直接要下去 我看着怕 他都不怕的 想要把这一泡茶装到里面进去 装不进 这个天气太热了 然后吃了饭 感觉很干的那种 口很渴 他放好喝一杯茶 真的非常不错 有没有朋友跟我们一样的 都喜欢喝茶 每次上来就是先把这两个枕头扔下去 你看一下 他立刻又下来了 立刻又上来了 不是脱下来 你这样弄他 他肯定又哭了 等下吵到婆婆了 他摔下来 你站在后面 看一看 你这样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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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就上来了 好 你做了 别别乱了 做了 做了 做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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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只小猴一样的 爬上爬下的 我再喝多两杯茶 然后带他去睡觉了 不能在这里 搅拌 太酿了 男孩子就是这样的 调皮 这个茶 刚冲出来很烫 都要95度的水来冲才好喝 然后这个弟弟在这里太吵 这杯喝完然后带他去睡觉 我再出来喝等他睡着了 刚吃完饭不喝杯茶 就感觉很油腻的那种 口又干 好 他硬了 他从你 你会帮了 下层了 帮了 帮他撑到 好 给他他硬了 哇 哇 哪一杯亮亮 开空调亮亮 快去换了 看他这把空调亮亮亮下去吧 还太低的 28-29左右 罵过电影啊 这个拿来要拿高一点 不然他医师醒 他自己会偷偷拉下来